至于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下午则是跟主持天后丽金合体开直播 这回丽金受邀担任高雄9月份的观光大使 特别送上了面膜 要让频频遭到抹黑的韩国瑜说你好好敷脸美白一下吧 而这一段直播两个人可以说是一搭一唱 过程当中还一度实质紧扣来玩这样的娱乐梗 而且韩国瑜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调皮 去提起了丽金的本名 让丽金大翻白眼 一见面送上大大拥抱还实质紧扣 韩国瑜丽金两人相见欢 一大一唱还搬出加分姐开玩笑 这位丽金受邀担任高雄9月份观光大使 他也特地送上面膜展现心意 又让被抹黑抹到体无完肤的老同学 好好敷个脸 所有两人也开直播一当年 我没有讲过话 有 我没有讲过话 我记得你认识我第一句就说话 韩同学你真的长得又高又帅 那你知道我跟谁最好吗 吴宗明 不不对不起 韩国瑜真的很调皮 再度提起丽金的本名 只是许久不见的两人 被问到跟韩国瑜重逢的感想 丽金说像看到十年不见的爸爸 看到十年的爸爸一样 原来你是我爸爸 你是我同学这样子 学校跟市长互动大概是怎么样 跟他我对他没有印象 自爆两人以前并不熟 但看到韩国瑜代表蓝营参选总统 被问到2020会投谁 历经小心翼队 你自首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选过 投过票选过总统 那明年要收投吗 会投会投会投 所有最好的人选在我心中 不要想套我 就怕被贴上政治标签 历经话说的小心 但看到老同学现在的成就 也予有荣誉 这还蛮荣耀的 接下来叶振云SNG小组 刚刚报道